在但也里书的第八章 但也里看到了另一个遗像 是关于第七章最后两只兽 一只是公棉羊 象征在巴比伦之后的波斯帝国 而一只是公山羊 象征在波斯之后的希腊帝国 经文说 我要指示你脑怒临完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棉羊 就是马代和波斯王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 而这个公山羊有很多的脚 其中一个巨大的脚 象征着第七章当中出现的 那位特别邪恶的王 这个王攻击耶路撒冷 高举自己在神之上 甚至用偶像亵渎上帝 但是最后他也会被神审判 并且消灭 从神对于先知的启示 我们知道 世界历史的进程 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 神会兴起一个国家 也会让一个国家衰落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否在我们的角色当中 自知自己的身份 并且谦逊地跟随神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